光武帝刘秀是非常优秀的皇帝 也被称为最完美的开国之君 魏冕之子 似乎凭上没有污点 他的很多事迹在历史上传为美坦 尤其是刘秀不杀开国功臣这一点 一直被人所津津乐道 连金庸先生都说 最佩服的皇帝是光武 不过刘秀真的不杀开国功臣吗 刘秀的人生当然也有污点 刘秀最大的人人却被刘秀灭族 他的名字叫彭宠 说起来彭宠还是云台28将里排名第二的 武汉的老上级 28将排名第一的邓宇吃国大败仗 其功绩水分很大 所以实际上武汉才是实至名归的排名第一 武汉因为战无不胜 帮助刘秀扫平群雄 被封大司马广平吼 那武汉的老上级彭宠应该是什么履历呢 可能恰恰是因为过于注重资历问题 造成后来彭宠的悲剧人生 这段历史实在是令人眼眷三叹的 话说篡位的王莽搞了很多乌七八糟的改革 造成天下大乱 公元23年 耿石地刘璇被拥立为帝 因嫉妒杀害了功劳很大 能力很强的刘秀兄长 大司徒刘衍 刘秀是丹利姑 只好忍气吞声 假装表现得格外忠诚 耿石地找不到杀刘秀的理由 便用了借刀杀人之计 派给刘秀一个差事 让他孤身前往略定河北地区 于是 刘秀只带着几个随从 几辆马车前往河北一路游水 这段看似深入虎穴的亡命之旅 却开启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传奇人生 刘秀从洛阳出发 刚到河北不久 另一个巨市里 王朗在邯郸称帝 周边纷纷响应表示服从 王朗听说刘秀在游说各地 立即移席布告河北巨县 开出十万户的上阁 购买刘秀的人头 连刘秀自己都看到贴在城门旁的布告 吓得面无人色 不敢进入沿途城门 吃饭就在路边解决 后来断了梁实在没办法 路过饶阳城市 他假装是王郎派来的使者 使官吏提供食物 饭刚端上来 刘秀的几个随从就狼狈强食 后汉书官吴帝寂 陈夜不敢入城邑 设食盗棒 致饶阳 官署 接法使 官吴乃自称寒单使者 入船舍 船立方进食 从者机 争夺之 看到他们这副吃下 饶阳城的官吏产生怀疑 打了几十通股 说邯郸王郎派的将军要到了 以此观察刘秀的反应 刘秀假装镇定 等到官吏看管松届 立即逃离出城 一路飞奔 昼夜兼城的逃命 因为天寒地冻 脸上全是破掉的洞窗 陈夜兼行 蒙泛双雪 天雪海 面接破裂 逃到乎驼河的时候 没有船可以渡过去 而后面追兵已经靠近 正好天降大海 河水开始结兵 刘秀才渡过河 后面的兵就破了 几个随从掉进河里冻死了 刘秀的河北之旅 实在是惊险万分 与其说是去略定那些郡险 不如说跟逃难一样 说也奇怪 过了乎驼河 刘秀的人生就开始 痞疾太来 一路开挂 先是信都太守 任光友好的接待刘秀 刘秀发动 周边的百姓参军 草创了四千人的队伍 但这些老百姓战斗力有限 对刘秀最大的支持 来自于于阳太守彭宠 和上古太守耿矿 当时河北基本都是王狼的势力 于阳和上古 是河北最北的边缘地区 靠近匈奴 所以王狼暂时无法控制这里 从形势来说 彭宠和耿矿 如果支持刘秀 将面临势力强大的王狼讨伐 要冒很大的风险 彭宠本来对刘秀持保留态度 还想观察一番 先是布下武汉劝书他支持刘秀 后来上古太守耿矿 派来扣寻劝书 希望联合支持刘秀 最终彭宠决定 把筹码下在刘秀身上 派武汉率三千 于阳突击支持刘秀 上古太守耿矿 也派了三千骑兵 就这样 刘秀有了当时天下最精锐的 于阳突击的支持 虽然部队不多 但战斗力最强 对其他割据势力产生横扫效应 后来 吴汉 寇巡 还有耿矿的儿子 阁野 都成了刘秀的左膀右臂 成为云台二十八将 排名前五的 开谷云勋 彭宠不仅在军事上支持刘秀 还在后勤上 给予巨大支持 重转粮食 前后不决 当时天下残破 大部分地区都在饿肚子 彭宠对刘秀的支持 是真正的雪中送太 可以说 没有彭宠的支持 就没有后来的刘秀 说他是刘秀最大的恩主 并不为过 一开始 刘秀感谢彭宠的帮助 封他为剑忠侯 大将军 两人虽然没有见过面 关系还是不错的 但是很快 两人的关系就急转直下 这是从他们第一次会面开始的 这个过程让人感觉非常蹊跷 刘秀攻占邯郸 并诛杀王郎后 追击投马刘明军的过程中 一路赶到了际械 彭宠看到刘秀 来到自己的地盆上 就赶去拜见 彭宠觉得自己对刘秀有大恩 或者说有大功 按理说刘秀应该非常热情 但结果却大大出乎彭宠的意料 刘秀对他极为冷淡 完全没有礼遇的意思 彭宠趁信而去 扫兴而归 这次会面令他极为失落 后汉书彭宠传 宠上夜 自负其功 意望甚高 广武 截之不能买 以此怀不平 刘秀还指定自己的亲信诸服 为幽桌木 这一任命可以说非常的离谱 竟然让彭宠接受诸服的管辖 也就是说 刘秀表面上封了彭宠为剑中吼 大将军 实际上并没有真的给他这职务和待遇 反而让他这渔阳太守 要接受幽桌木诸服的管辖 这就像给你一个落魄的朋友几百万 这朋友发达后 不仅没感谢 还叫个陌生人到你家里 说来接收你家的房子 这当然换了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 要知道此时刘秀还没有平定天下 他就这么嚣张地对待自己的恩主 着实恋人费解 何况这诸服还是个小人 在刘秀面前不识诋毁彭宠 离间他们的关系 其目的不言而喻 想取代彭宠掌握幽州地区的权利 彭宠本来自己想忍一忍也就算了 并且交代原来的下属吴翰 跟刘秀解释一下 弥合恋人的关系 这个时候武汉已经被封为三宫的待遇 而彭宠却不仅没有加封 还被刘秀府邸抽薪扫地出门 彭宠为此欲泱泱不得志 叹息说 我公当为王 但儿者陛下万我爷 确实 从彭宠的功劳和资历来说 封个王是不为过的 何况是屈居自己原来的属下 武汉的下属 但是刘秀也许有刘秀的考虑 彭宠虽然支持过我 但没有追随过我 还有一个更蹊跷的事 武汉始终没有为民和两人的关系 做出什么实质性的工作 从综合史料来看 反倒是这个武汉 在导致两人关系破裂的问题上 似乎有很大嫌疑 刘秀似乎认为 当年决定支持自己的并不是彭宠 而是武汉劝说的功劳 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 为什么刘秀对彭宠极其冷淡 还要这么着急地吞并他的地盘 彭宠骑虎南下 想退一步海阔天空 接受刘秀的无理安排 但是部下不答应 认为刘秀欺人看慎 老婆也不答应 这个刚烈的女人 认为自己的地盘 为何要让别人做主 加上小人诸服的亲逼 彭宠忍无可忍 所以决定跟刘秀对着干 刘秀已经不是以前 那个穷途末路的刘秀 他已发展为天下群世最大的人 彭宠此举无疑是 意气庸实 彭宠派使者连接上古太守 耿旷一起叛乱 但耿旷的儿子耿眼 在刘秀身边混得风生水起 更况自然不会答应 直接斩了彭宠的使者 彭宠只好单干 于阳军队强大 彭宠一开始打了不少胜仗 大败刘秀派出的大将邓龙 赶跑了诸服 占领了继承 自立为燕王 挡起了土皇帝 平定了赤眉军之后 缓过劲来的刘秀 开始集中举力 讨伐彭宠 刘秀重病压境 彭宠感到了压力 家里还闹出了闹鬼事件 他只好闭门不出 身边只带几个家奴 伺候起居 这几个家奴 垂涎彭宠的大量财物 合谋绑架杀害了彭宠夫妇 携带金银财宝逃亡 彭宠的属下发现彭宠身亡 率重向刘秀投降 刘秀将彭宠的家族斩草除根 一旗宗族 彭宠的经历让人叹息 彭宠支持刘秀 眼光是正确的 光武号称明君 却恩将仇报 将自己的恩人灭祖 他们之间一定存在误会 这误会是怎么造成的 史书并没有写透 也许是诸福的离间 让光武对彭宠产生厌恶 也许是吴汉的说辞 让光武忘了彭宠的功劳 彭宠自身有没有问题呢 他无法克服自己 想要加官进决的虚荣心 在光武已经做大的情况下 叛乱一定是错误的选择 如果他愿意乖乖就范 接受光武给他的不公正待遇 保住荣华富贵是没问题的 也不至于沦落到 那样悲惨的结局 也许他不能忍受到 仅仅是一口气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